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今年中国就我一人 我理解是很有钱的才能有钱 不是 不是 他是叫艺术赞助大奖 他认为你一个人如果长久的为一个艺术事业去赞助了 就是你做了这件事 他就把奖颁给你 好 马先生 但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 马先生 现在这年头出名也不是什么好事 不是什么好事 很累 现在这名人都跟小丑似的 我跟你说 我过去其实上网不太多 一般就看邮箱 最近这几天 集中 我上网上网 我一上网 我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世界要变天 可你知道吗 就我觉得好像 我们在以一种加速度 就全人类 在以一种加速度 像一个什么地方去 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 还虚拟的呢 就是 我说的是什么呢 艳罩门 你知道 就是说艳罩门 现在比猪流感的速度 还快 艳罩门 在全世界出现的速度 我觉得已经超过了 我说的速度了 说不过来了 我跟你讲 咱就从最新的说 太刺激了 一个是跟你有点关系的 你们意大利 前男友的意大利 贝鲁斯科尼 西班牙报章 不顾国家反对 夸他登出五张照片 据说这照片总共有700张 就贝鲁斯科尼 在他的一个别墅里头 跟这个多名裸女 是吧 在那玩 据他说是日光玉 你可以看这照片 你看看 就是登出这五张照片 就是光着的 而且呢 你隐约还可以看到 其中一个男的 就是光着这个下棋进漏的 然后后来呢 杰克前总理 现在出来承认是那边 承认是我 那是我 杰克前总理 所以这一下成了国际问题 贝鲁斯科尼说 你侵犯我隐私 是吧 就是说 甚至还要动法律 去告他 我跟你说 这算一出 人家说还有700张 然后呢 韩国又出来了 140张韩国清潭洞夜店验照 什么扯衣舔胸 里边人们发现 有一个貌似疑似 韩国的某知名男性 还有菲律宾 菲律宾的那个阿罗约夫人 国家领导人就出来 说我气死了 不尊重妇女 我恨不得拿这个书啊 砸你那些制造和传播 这些录像的人 为什么呢 就是跟你有点关系 不是 这一个模特 反正就是 得过他们美女榜第一名的 叫哈利利 这美女的是挺漂亮的 跟一个整形医生 叫海灯许 又有人翻译叫许海仁 我幸亏不是许海峰 海灯许 这俩人第一个就做爱嘛 可是这个这个海灯许呢 他偷露 就说哈利利 这个女的不知道 他偷拍下来了 但偷拍下来 也是在这个手提电脑里 弄不清就怎么回事 最后一下传播上网 然后菲律宾光碟到处卖 主要是他不是电脑专家 所以他以为弄干净的事 都不干净 里头弄不干净 这是科技很厉害 科技改变生活 可哈利利利就出来道歉 痛哭六涕 然后呢 俩人对不公堂 就开始 这是昔日情侣 现在反正对不公堂 当年曲美凤的案件 又重新翻版 基本上 几乎是一模一样 是吗 还有越南 你知道吗 越南一个十八九岁的 正在播的一个青春偶像剧 这么一个十九岁的一个女性 然后他的前男友吧 也是跟他做爱的时候 拿手机这么拍 最后呢 也是把电脑给了谁 这四个大学生现在被判刑了 这四个大学生把这段做爱的录像 查一下 上去 所以韩国社会就说 就不是不还都聊韩国 朝鲜 越南社会 已然撕裂了 人家一说聊 越南的这个这个什么 官方媒体 就说是低俗 煽情 但是在越南引起的讨论是什么呢 家长切齿痛恨 但是青少年对这个女孩子予以同情 然后到最后 电视台把他的青春偶像剧终止 他呢 出来痛哭流涕 就道歉 就是他们 我看那个外国那个评论就是 还有什么歉可道 没错 就是这个 应该那些人上网 把他们上传的那些人出来道歉才对呢 现在就是这个 你像西方的报道就是说 这个亚洲 就是东南亚 我现在发现菲律宾 越南 可能比我们的这个道德观呢 还要保守 重 就是说在这种保守的情况下 那你就是毁了一个人呢 它是主要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所有曝光的这些人都是 按照今天的说法 都是名人 如果你这人没名 你上传也没人看 你爱谁是谁 现在大家这个观念上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名人不得出此事 非名人出了就出了 也没人理 如果你想把这个事炒作更大一点 人说你想利用这事 把你的名声搞大 这个标准是不一的 哎呦 我觉得啊 因为这个事传出去啊 从此这个性生活里少了一种乐趣啊 你知道吗 太多了 你不得不提醒 诚惶诚恐是不是 你别 我现在到处都是新闻啊 就是说一个高中生 跟你前女友 这什么 就把作爱偷拍 拍下来之后 你给我分手吗 你给我分手 我就上网 就拿这个威胁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尖端的 就是那种偷拍技巧 就一般人都不会知道的 这就很麻烦 嗯 他跟你个愿意的 不就跟最早的艳召明们那些还不太一样 那是本人愿意拍就拍了 最后没控制住跑了 我不愿意上船 但是拍的时候我是乐意的 嗯 现在这个那个哈利利那个好像拍的时候 首先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那个机位是永远固定的 就事先搁在那儿了 那这个就 它就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了 那当然是侵犯个人隐私了 但是现在隐私这事儿 我觉得也都没法聊了 就是说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要变天了呀 就是科技带来的 科技 你知道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说 我这人吧 什么事儿是没救了 好 我就开始往好处想 嗯 我觉得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啊 加速就你在拦也拦不住 躲也躲不住 摁也摁不住 所有的人自愿或者不自愿的 把自己的裸体的 性生活的 什么的 全上了 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件好事 当然这好事是以很多人的牺牲为代价的 是吧 就是说 我们通过网络 我们开始知道世界上原来有各种各样的人 各种各样的事儿 从这个大惊小怪 一惊一乍 少见多怪 你改革开化嘛 你早晚有一天会进入都会看多了 就是不是也就见怪不怪 也就从此就理解 从不理解到理解 或者不理解 你也接受 对 会不会最后我们会进入 是像这么一个方向去呢 那不 我想不会 主要大部分人还是通过这种非 非名人的这个这个这个视频了解的这个 过去你看不到吗 这种片子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的吗 哎呦 几千年来 我们小时候能看到的全是电影 嗯 那个电影成本制作很大 那不可能 当录像机出现的时候 就网络当时还不风行 首先是录像风行 录像机录像带这么大宽的带子 那个放那个过去讲毛片毛片嘛 就这些东西呢 让大部分世界人就开始了解这个隐私 这个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 然后网络的出现就更加失控 就是人类的这个科技发展 好像有一点跟自个的初衷不一样 想的想的很好 但是呢 他老汪坏出去 本身是想记录人类的文明 后来把人类的不文明传给你 那广美呢 你怎么老不说话 我插不上嘴 都不知道说了 再说 我觉得这样讲吧 其实我们人的这种野性 受性跟人性 其实跟是二十年前是一样的 现在唯一的区别是什么 真的就是科技发达 你二十年前你越南长在哪 你就是说越南发生什么什么天大的事情 你不一定会知道 但是因为现在透过互联网的关系 你什么都知道了 而且我都不知道你上网搜寻了什么 你怎么可以一家伙忽然之间拿出个圣经 你就是 不是现在疯了 我就觉得有一个井喷 就这个艳兆门 就井喷之事在全世界各地 事实上艳兆门这件事情 我们这样讲吧 就是说之前陈冠希发生的这件事情 徐美凤发生的这件事情 我相信在很多社会 各个不同的国家地区 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因为人性是相同的 你要利用这种东西去威胁人 去干嘛什么家里面偷窥 还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些人性都是一样 就跟二十年前有受性 也有什么偷窥欲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那个时候你不知道而已 没错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觉得 我们现在全体公开 全体透明 进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 就是 很有意思 对 你只能认为很有意思 你知道要跟他共存 就是不是 我就说 马老师咱们聊历史 过去 你知道是处于一种什么情况下 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所谓的那个明示 那怎么玩的 那不亚于现在 比方说就有些什么竹林七仙 当时他这所谓明示 甚至说在一个房子里 俩人这个各跟各的 女人玩这个互相间还什么互相呼应 可是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估计那个时候的老百姓知道了也会大惊失色 对吗 但是你看那个时候他没有这个科技 你不了解 现在是什么 比如说贝鲁斯科尼 那一个贫民窟里的人 我也知道你在你的萨丁岛的私人别墅里搞这个 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他觉得太惊讶了 你明白这意思吗 我去没有传播手段 传播手段是靠人语言 我跟你说 我看见我们家老板在那岛上怎么着 他只能说 说你得图像在你脑子里再现 你还没见过这事也现不出来 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语言传导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尤其单一语言 今天是上传是真实的 全世界看到的那个片子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这就有了 而且这种东西还有模仿性跟传染性 陈关锡出了那件事情之后 台湾马上就发生几乎一模一样 就有个男的就立刻就上传 什么自己跟女朋友的那种隐私照 那种什么片段 就要威胁人家拿钱 哎呦真烦 以后咱们把照相机砸了吧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陈冠希 最近陈冠希又接受这个CNN的访问 反正这事好像又热起来一轮 而且呢 哎你看咱们出就出人家 人家主动的让咱们看的 陈冠希最近在一个日本的一个什么杂志上 拍的几张照片 你看 这几张照片被解读为 就是他 他接受惩罚 他自己也惩罚他自己 你再看下面 啊 就身上的这种呃 鞭痕 嗯 我觉得道歉呢 这些事呢 呃 这种事情你肯定是双方都有伤害嘛 我看到说好像呃 所有的女主角们都接受了这个道歉 只是觉得来的太迟了 那我想 他既然道歉了 就无所谓迟不迟了 大家都接受这个事 大家都作为一个教训 这个教训最重要的 不是他们几个人自身 是全社会要接受这种教训 你比如说 就是这种随处可录录像的设备 包括手机 刚才广门也说这个事 这手机很讨厌 我被人录过一回 我就当时有点愤怒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太注意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那个人的手机一直在那亮着 就是在录我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他在录我 那这个是个很不礼貌的事 对不对 你不知道他要干嘛 而且有时候他断章取义以后 你的话会变成另外一 是 一会儿他把你说的这段话 接上前面一个 另外跟你不相干的一个视频 好像你对他发表一个意见似的 其实不是这样 你说这个已经 那天我坐地铁 我就发现 已经到了这种情况 就比如说 我就眼睛看着一个人 他看见我了 然后想了想 我就看着他动作 然后想着 拿手机 然后开始还假装 怕我发现 假装看手机 然后那哥们 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 嘴到你脸上来了 到什么程度 我就这么看着他 因为我很难相信 我看见你了 他恍然不觉 走了 你这无法理解 现在你这个不可怕 现在那个相机是可以转向的 因为我认识一些摄影家 然后我才发现 他拿了一种转向相机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不懂 他说现在这个拍照 你对着人拍 很多人不高兴 不是吗 他那个相机是 怎么拍 他那个镜头是冲你那边 他那个屏幕是冲着他 他怎么拍 他们说拍照的录像也很可怕 我一直在机场 我就看到一个女的 眉清目秀 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然后我坐在 就是那个 那种公众候机庭 我在跟我 跟我公司的同事聊天 聊聊 我就看一个女的 看书 我还一直注意她 因为我觉得 她眉清目秀 感觉气质挺好的 怎么看着 看着看着 她那个书就朝我这边来了 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聊聊聊 然后我们讲话 三个人 讲得挺大 三个 后来我就看到一只手机 真的就这么生出来 而且她就是那种 也盯着书看 但是她手机一直就这样 怼着我 一直录 录了很久了 而且我们那些对话 其实 对 比较 所以 我认为 这个现在公众人物 必须要向孙宏雷学习 潜伏 就是越是公众人物 你越得活得跟个贼似的 你知道吗 你要在这个社会里讨生活 找到一个自保之道 因为进入了新时代 这个时代 叫暴露狂时代 最近我看了一篇 署名胡青坊 这写的文章 我很受启发 她这文章一开头 就写说2007年春 在这个美国校园枪击案 那个赵成熙 这个杀人的时候 有一个研究生叫阿尔巴古蒂 他违反了人类逃生的本能 不但没有逃 而且呢 向着枪林弹雨的方向 匍匐前进 拿着他手中的诺基亚手机 科技改变生活 这诺基亚你给我钱 要不然这亚基诺 亚基诺手机 拍下了41秒 然后呢 很快这个电视台啊 什么什么网站 高价来买 买了之后 播了之后 才发现呢 原来赵成熙 人不用您拍 赵成熙自个儿拍了多段录像 把他的愤怒和什么失落 寄给了电视台 然后当时他这句话 就是当时媒体业者和网络业者 同声欢庆 说市民记者的时代到来了 就是YouTube的时代到来了 每一个人拿着手机 每一个人都是记者 看见什么 那家伙你就无所遁形啊 太绝了 今天所有的突发事件已经 就是不可能去掩盖他了 因为上传速度非常快 而且现在随手都有可摄像的设备 就手机都有嘛 都提供这个 录完了马上就上传 而且上传以后呢 现在还赶不进 杀不绝 他网上还有一些特殊的技术 能让他迅速就从几何机扩散 然后你谁想看就看 你捂不住 所以现在也没必要再去捂这种新闻 而且现在的科技 真的让所有的事情都透明化 最近出了一单什么新闻呢 不是很多人写博客吗 写了博客之后 不是应该有很多什么人家的反应啊 留言什么东西 那旁边就有人会骂你 又有人会称赞你的 他们最近发现呢 有很多人 就是我都知道自己写了博客之后 用粉丝的名义 自己在网上称赞自己 这有什么意思 这没意思 他们很多人会这么干 但是因为你可以匿名嘛 你可以匿名 你可以新取名字 但是因为最近听说那个博客整个升级 升级之后呢 就你的IP号码是无所遁形 所以忽然之间 甚至于连两三年前 他们自己留的那个话 全部本来是匿名的 全部都变成博主 博主 博主 你就看到一六名字 全都是博主 哎呦 这个美国大选的时候 两方的候选人都开始投诉了 就是他们的竞选的那个博客 都遭到人进去之后 给你改 而且这个他们就讲啊 就是说市民记者的时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现在的很多新科技产品 前面都加一个小写的爱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大写的爱 大写的我不存在了 以后这个世界都是每一个小我 每一个小我的这种表现 然后以至于说叫就这这这叫什么呢 权力分散去中心化 然后每个人都是中心 然后呢 以至于说前两年时代周刊 要评出一个权威 时代人物吗 评不出来 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 那个时代人物就叫你 就是这个小写的我就 又每个人就是你 然后就是说呢 英雄权威都不存在了 比如说像贝鲁斯科尼这种主的 他在人性化 就是说这个这个 像像萨克齐这种 也是这么说 就是说这个 很多这个追女人呢 或者什么 我们传统文化中 还是对政治人物要求极高 就政治人物的私生活一定要减点 你像这这这几位啊 这几位都是著名的私生活极为不减点的人 又出了这么大事 这个事呢 其实很多人心态中呢 就大部分老百姓的心态呢 是觉得你都慢慢好了 你还玩座子 好事不能全让你摊上 对吧 所以就比较 其实你说有多大愤怒 我也觉得老百姓也没更多的愤怒 大家都是当一个酒后茶余的一个 一个谈资嘛 大家说这个笑话 而且这个东西呢 确实是对一般百姓来说 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生活 其实很奇怪的 我们眼中的政治人物 应该是要非常神圣 诚洁而高尚 但你知道他他其实是已经第二次掌权了 而且更奇怪 其实你以为老百姓不知道吗 其实老百姓以前都知道了 他们是都知道 但他们知道 我觉得意大利人真的有点怪怪的 他们觉得说 那又怎么样 这就是人性 所以他们知识率还特别高 很正常 所以我觉得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过去你看咱们的世界上有了网络 其实帮助人们知道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道德观 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和人 比如说意大利 我就觉得他可以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就一个好色的人能不能同时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呢 或者说一个好色的人能不能同时为人民服务呢 这个好色看什么标准 如果正常的好色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但是过度的好色他会改变价值观 但是现在一旦全部全裸 我们发现没一个适度的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您说 就是说这个没有都是笑谈 也有愤怒 你知道就是我看这个事情 它有时候会出人命 最近在河南 就有一个案子爆出来 就是说一个大学 这个大一的一个女生 服装表演戏的女生 在校门口被一个男孩子拿刀捅死 旁边是一大照片 一束玫瑰花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说这个男孩子原来是安徽的 这个女孩子原来是四川的 俩人网恋 网恋呢 就这么好上 在上海见了面之后就确定关系 可是后来呢 这个女孩啊 考上大学了 这男的当了打工仔了 他不愿意这个女孩上大学 因为他觉得俩人差距就大了嘛 但是这个女孩也就上了大学 慢慢的呢 还就真不理他了 然后他就整天跟这个女孩 他爸发那个咒骂的那个短信 因为他认为是他爸阻挠了他们俩 好 对吧 这女孩大概也没告诉他 就那就他也不知道这女孩在哪 他就拼了命的要找这女孩 最后你叫他怎么找这女孩 他上网发个帖子 说我原来是这个一直供养这个女的读书 但是这个女的上了大学之后 忘恩负义 对吧 不理我了 然后呢 就是什么 我一定要见他一面 怎么着的 然后网友就同情了 同情了之后 你知道吗 全是那个帖子就猜这个女的 骂这女的不是坏女人呢 什么的 然后很快 这家太快了 这女的什么大学 哪个寝室 家庭住址 手机号码 新男友的那个名字 人家全出来了 出来之后 他知道了吗 找到校门口 一朵玫瑰花 这女的出来 说你还跟我好 这女的不跟我你好 酷齿酷齿酷齿 那我就说这该怎么说呢 他怎么找着这女的呢 是人家帮他找的 我看到这个报道 对 他自己没有这个 就人肉搜索吗 人家帮他找到了 找到了 他是属于一种 这个极为不冷静的吧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他他最后 他还自个儿给自个儿染下子 没死了 但是那女孩死了 但是我就觉得你说这种事 就人肉搜索 有他好的一方面 比如说他们反贪的举报啊 什么 我觉得那也不是好的一方面 因为这事不轮他做 国家的各种系统 都应该有正常的去行使 而不是要求个人去行使 如果每个人都行使 就像雷古尼波出 过分的像二零一零 这个国家就不够去治 社会就是乱闹了 没错 你作为谈资去瞎聊天什么 这都没有 但是你作为一种伤害性 像这个盘子 就有你不够